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慧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相当夺目的明星 和他有关的典故很多 按说这样一位大人物在魏国当总理很值得大叔特殊一番 但资质通鉴竟然只字未提 这是为什么呢 资质通鉴不提慧师 原因应该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司马光太依赖史记了 史记呢通篇就没有提过慧师 第二个原因是从其他材料判断 慧师做过魏国总理 这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慧师做总理的时间不容易看清楚 也许在桂陵之战以前 慧师就已经当上总理了 也许要到魏惧王的后期 慧师才登上政治舞台 历代学者做过很多考证 但结论呢全是推测 谁也拿不出铁针 吕氏春秋有一篇不屈 通篇都是慧师的事迹 作为篇章标题的不屈 意思并不是不屈不挠 而是伶牙俐齿 嘴上不输的意思 慧师不仅学问大 而且头脑灵活 逻辑思辨能力很强 口才出众 不管讲正理还是讲歪理 很难有人讲得过它 但问题是 能说慧道是一回事 实干能力是另一回事 慧师的不屈到底管不管用呢 管不管用 我们先放在一边 在不屈的记载里 至少魏惧王很快就被慧师蛰伏了 觉得这个人呢光芒四射 简直就是圣贤啊 国君遇到圣贤 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唯以重任 请他来当国家总理吗 那就俗了 慧慧王对慧师说的是 回顾古代 统治者一定是圣贤 圣贤治国才是人间正道 先生 您啊就是圣贤 比我强太多了 所以魏国就交给您了 我呢让魏 今天看来 慧慧王的觉悟 搞得有点匪夷所思 不过我们倒也很难断言 文章作者夸大其次 因为战国时代 真的发生过这种既感人又荒唐的善让事情 虽然有的只是演戏 但也有的竟然弄假成真 无论魏慧王是真心还是假意 总之啊 慧师是短然推辞 说魏慧王做出善让的表示 是为世人做表率 而自己呢拒不接受 同样是为世人做表率 用榜样的力量 消弭世人的贪念和纷争 吕师春秋很不客气的点评说 魏慧王和慧师还真是把自己当成谣顺和许游了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古代圣贤的本事 后来魏慧王打不过齐国 把身段呢放得很低 去请齐威王手下留情 齐威王呢 根本不待见他 至于慧师 乔装打扮 乘车出逃 险些丢了性命 布区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慧师 是一个飙飙准准的营养辣枪头 但我们会想 他好歹有着上古圣贤的做派吧 结果也没有 布区又讲了匡张和慧师的一次交锋 把慧师啊 糟蹋得更惨 话说匡张在慧慧王面前 说慧师的坏话 拿蝗虫打比方 说慧师一出门 人多的时候呢 浩浩荡荡几百辆车 随从啊几百人 人少的时候呢 也要几十辆车 随从几十人 不劳动 只会吃白食 和蝗虫有什么区别 慧慧王倒下奖礼 把慧师呢 请来啊 给他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 慧师的辩护词非常在理 核心意思是说 不能说只有下地种田才叫劳动 做管理呢 也叫劳动 如果让管理者也去种田 那他就没法做管理了 慧师的核心论点是 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管理的意义 这就好比修筑成墙 有的人呢 忙着夯土 有的人呢 忙着运土 有的人呢 拿着测绘工具检查施工啊 是否合乎要求 我呢 就是那个拿着测绘工具的人啊 从这段话来说 慧师对自己的定位 正是中国历朝历代 对宰相的经典定位 文武百官 各司其职 都是具体做事的人 宰相呢 不做具体的事 只管统筹全局 统筹全局 当然是最核心的工作 理所当然呢 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 所以 变身裸旗者 注定不是养残人 食指不沾泥 并非没有资格 淋淋居大傻 但问题是 慧师讲起道理来 头头是道 搞起管理来呢 也确实一门心思为卫国好 效果却实在一塌糊涂 文章最后总结说 卫慧王在位期间 一共打过五十场仗 输了二十场 伤亡不计其数 就连卫慧王的大将艾子 都有被俘虏的 慧师的治国手段 当然变成了天下笑柄 慧师自己呢 也很不好意思 摆脱使官在档案上 给自己改名字 免得遗筹万年 改名这件事 原文语焉不详 结合上下文来推测的话 最有可能的结论是 这不是我们常规理解上的改名 而是慧师把自己头上 重负这个头衔取消掉了 前面讲过 春秋时代 管仲从齐桓宫那里要来了 贵 妇 亲三件法宝 其中的亲 就是被齐桓宫尊为重负 相当于二把 为慧王拿齐桓宫当榜样 请慧师当总理 管慧师啊 叫重负 但这位重负 实在比不上齐桓宫的重负 只挣好多年 搞得自己扫眉大眼的 没脸当卫慧王的二把了 吕诗春秋不屈的最后一段故事 说的是慧师和白龟 总相识到吉苑的经过 两个人呢 初次见面 慧师就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说 高谈阔论一番话 弄得白龟啊 哑口无言 等慧师走了 白龟对旁边的人说 有一家人办喜事 新娘刚进家门 应该烟饰魅行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烟饰魅行是白龟的原话 后来呢 变成了成语 它的本意是形容 女人言谈举止 既端庄又羞涩 眼睛呢 不会直愣愣的盯着别人 动作呢 也不会大大咧咧 但后来这个词呢 常常被用来形容 风尘女子的媚态了 我们接着看白龟的话 但这位新娘有点特别 看到有童仆举着火把 就责备说 火太旺了 快把火弄小一点 进门的时候呢 发现地面有个小坑 就吩咐下人说 赶紧把这个小坑填上 不然过来过去的人容易崴脚 这些话当然都是好话 对人呢 都有好处 但新娘啊 不该才进门 就说这些话 会师呢 就和这位新娘一样 才认识我 就这么跟我说话 白龟的话里 有一个细节 虽然和主旨无关 但我也想提醒你注意一下 那就是新娘 刚进婆家家门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火把的事呢 雄艺书院的老同学 可以回想一下 我讲过的 传统婚礼的规范流程 婚姻的婚 原本是黄昏的婚 要在黄昏举办 所以啊 需要火把 话说回来 白龟这番话 传到了会师的耳朵里 会师哪可能在言语上服输呢 赶紧给自己辩解说 不是这样的 实际啊 有这么一句 凯替君子 民之父母 君子品格高尚 哪怕年轻 但只要有长者之风 就可以成为民之父母 父母教育子女 难道还有等待时机一说吗 那我和新娘相提并论 这叫类比不当 人家诗经里边 可从没有说过 凯替新娘啊 会师的意思是啊 白龟啊 就算拿我打比方 也该把我比作父母 那么我教育白龟 就像父母教育儿女 只要想教育 随时都可以教育 吕诗春秋最后有一个评语 说会师一开始对白龟呢 就很过分了 后来 竟然以白龟的父母字句 就过分的太不像话了 吕诗春秋说的对不对呢 史记记载 吕诗春秋的成书经过 说秦国总理吕不韦 延览天下知识分子 组织他们写成了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题为吕诗春秋 还把书稿公布在咸阳市内 在书稿上边悬挂千金 说谁能把书稿内容 增损一个字 这笔巨款就归谁所有 假如吕不韦的悬赏 是认真的话 那么指出 吕诗春秋的内容谬误 其实并不困难 在这一讲 吕诗春秋不屈的内容里 错误就很明显 怎么挑错 我们下一讲再谈 好